這是一個非常困難 然後一般媽媽都覺得最難做到的一點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蜜 我剛生完雙胞胎寶寶要教大家 如何產後迅速追奶的秘訣 不管你是擠奶 品味或者是清味 都有很多不一樣的追奶方式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囉 第一點就是要多清味或是多擠奶 因為像如果是產後要恢復工作的媽媽 她可能沒辦法說每一餐都可以親自餵寶寶 所以你就可以在上班的時候空檔 就是盡量多去擠奶 那我的話我會設鬧鐘去定時 然後就是固定時間做擠奶的這個動作 那最好是一天可以擠到七次 像我的鬧鐘就會設凌晨三點 然後六點半 十點 然後這樣子繼續就是往下面設 大概三到四個小時擠一次 這樣子多刺激你的乳房的話呢 它就會比較容易分泌乳汁 而且你每一次呢就是要把它排空 這樣子它才會就是有新的乳汁進來 而且呢就是如果有寶寶的哭聲啊 或者是你常常看寶寶的照片影片 這樣也可以刺激你自己的腦部去多分泌乳汁 或是產生噴乳反射 所以如果你不在寶寶的身邊 你也可以就是盡量多聽寶寶的聲音 多看寶寶的照片 這樣你的奶水可能就會也比較充足喔 第二點半夜也要起來擠奶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 然後一般媽媽都覺得最難做到的一點 可是因為你的奶就是裝滿了 它就會開始覺得很脹不舒服 所以當你在擠奶的過程中 其實你就是沒有辦法一覺睡七八個小時的 對所以中間大概三個半到四個小時之間呢 你就是一定要起來擠奶一次 或者是親胃一次 這樣子你的那個胸部才不會覺得不舒服 而且啊在半夜的時候 我們身體分泌的那個蜜乳激素也是最高的時候 所以呢通常很多媽媽都會發現 你在半夜擠奶的時候 比你在白天擠的奶量還要多喔 第三點你要睡眠充足 而且壓力不要太大 盡量放鬆你的心情 因為像我也是就是會給自己很多壓力的媽媽 就是會一直覺得說奶水不夠怎麼辦 寶寶不夠喝怎麼辦 然後就很努力很努力擠 然後可是就會很沮喪 因為一開始呢我產後兩週的時候 大概都是一次最多30cc 然後加上就是睡眠不足啊 因為半夜還要起來擠奶嘛 然後白天也是每次都要擠個一兩個小時 就會覺得心情沮喪加上太累了 加上睡眠不足就是奶量一直都沒有辦法提升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啊 就是下午的時候 或是白天你只要有空檔的時候 就盡量多安排一些時間休息 或是睡個午覺 後來呢就是因為 就是睡眠變比較充足了 所以我的奶量也有慢慢增加到 大概40到50cc 所以說你要把心情放輕鬆 然後睡眠盡量充足 就算是短短的睡眠也沒關係 就是你盡量多安排時間讓自己可以找空檔去休息 這樣子你的奶水會變得比較多喔 第四點 擠奶前最好先熱敷 這個其實是秘乳顧問教我的 因為我有請秘乳專家來幫我上一些秘乳課程 然後他在擠奶之前呢 他就會用那個熱毛巾 幫我先熱敷我的肩頸啊 還有胸部附近 甚至是你可以熱敷到背部 這樣子呢其實會讓你的肩頸 就是各個肌肉比較放鬆 放鬆心情加上放鬆肌肉 你的那個乳腺就會比較暢空 所以就是建議 如果說你懶得熱敷的媽媽的話呢 也可以在洗澡之後的時間來擠奶 或者是你可以先稍微泡個澡啊 然後再做擠奶的動作 這樣子你的身體呢熱起來的話 你的乳汁也會分泌的比較多喔 第五點按摩刺激噴乳反射 對其實用手呢先去按摩你的乳房 讓他乳腺比較暢通 這樣子你擠乳的過程也會比較順利 那按摩的時候呢 你要先找說你的乳房有沒有硬塊 如果有硬塊的話就是盡量把那個硬塊的地方 把它給按開 那如果沒有硬塊的話呢 就是從外面然後往裡面這樣子按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乳汁集中 集中到乳頭的部分呢 就是比較好把它給擠出來 第六點用電動擠奶器搭配手擠 是我目前認為最有效率的一種擠奶方式 那就是當你的奶量有到一次20cc以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了 那首先呢我會先按摩大概10分鐘左右 然後再裝上電動擠奶器大概幾個15分鐘 所以然後再拿下來用手按摩個10分鐘 然後再裝上去幾個15分鐘 所以就這樣子大概10分鐘15分鐘 10分鐘15分鐘 再10分鐘15分鐘 就是經過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就差不多可以把奶水給擠乾淨了 而且就是用電動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免池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做別的事情做一做 然後再回來用手按摩擠一擠 然後再用電動的 你又可以再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是比較方便又有效率的一種方式 第七點一天要喝3000cc以上的水 那我一開始擠乳的時候呢 就是有喝各種就是大家推薦的發奶湯啊 或是發奶食品 像是什麼魚湯啊 黑豆水啊 什麼黑麥汁啊 可是呢黑麥汁我覺得比較不建議 因為我喝了會脹氣 然後它又很甜 所以喝了你會口更渴 而且當你在哺乳的時候呢 其實口很容易渴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喝一些無糖的 就是或是水分的東西 像後來就是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喝這個 哺乳茶 然後俗稱就是媽媽茶或是發奶茶 那你要怎麼喝咧 就是你可以用在家的話就是用這種茶杯 然後放一包進去 大概加個300cc的熱水 這樣就可以一次喝一杯 那一天呢最少要泡六個茶包 對所以如果你在外出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這種保溫瓶 然後裡面放兩個茶包 裝滿熱水 大概是450cc 然後當你外面如果有遇到有熱水的時候呢 你就再回沖一次 這樣子一次就可以泡兩包 比較方便就是當你外出的時候 第八點你要補充卵磷值 其實從你懷孕後期呢 就要開始吃卵磷值了 只是懷孕後期你還不用吃到那麼多 大概一天1200到2400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你已經在補乳的時候 你開始覺得奶汁有點濃稠 或是有點不通常擠不太出來 就是有塞奶的現象的話呢 你就要補充多一點卵磷值 大概最多可以到一天4800 對所以你可以去買一些比較高劑量的卵磷值 這樣你就不用一次吃很多顆很多顆 就是可以吃到一天4800的話是最高劑量 這樣你的奶汁就會分泌的比較順暢 然後也不會就是太濃稠很容易塞住囉 第九點尋求秘乳顧問或是專家 因為像我呢就是有跟這個廠商合作 就是他們叫做學媽媽 所以呢在產前就有一些 哺乳計畫還有哺乳指導 然後到產後呢就是有出乳課程 或者是親胃課程 然後還有一些黃金蜜乳 或者是乳腺暢通的課程 就是它有各式各樣不一樣的課程 讓你可以去尋求一些指導 因為像我也是第一胎嘛 從來沒有餵過奶從來也沒有擠過奶 不知道從何下手 所以呢當你覺得很不知道狀況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找這些秘乳顧問或是專家 以上九點呢就是我個人 哺乳的一些經驗和分享 可是當然就是你自己壓力不用那麼大 如果你是不管怎樣都追不到這個量的媽媽的話呢 那你也不用氣餒 現在配方奶就是也是很好的一個選擇喔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朋友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以後有隨時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通知囉 我是李蜜大家掰掰 掰掰